大家好,我是肥小瑜 跑步把人生,人生真的很有趣 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说 我在blog上面,然后用文字 然后认识的这个小V 他照道理,其实我认识蛮多 还蛮特别的人 但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跑步的话 我就没办法邀来上节目 然后我大概怎么样子 在去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 小V居然会来跑拳 我觉得我也有点没想到 我竟然会来上这个节目 对,因为我之前跟小V讲 我想起来你有跟我讲过膝盖的问题 那我相信你有听了那个荣大哥的那一集 就荣甫天 他的情况应该是跟你一样 他也是被医生说 你膝盖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退化 所以你其实是不能跑的 可是他也是克服的 荣大哥甚至还有心脏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我就会跟小V讲 像榴莲我会特别叫小V听 那荣大哥那一集 我也会特别叫小V听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 我就跟他讲说 你来来听一听 然后这样我们要替我们这个节目 稍微讲一下 小V真是我们这个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会抱拳吗 他说还不都是你害的 因为听节目听一听 就进来了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 许基胜 因为我在想说 哇 这个是我们很多很多跑步的人 我觉得这是很lucky的事情 我当初想要去抱这个 其实也是冲着他 可是我动作太慢 所以没有了 秒杀秒杀的 对 那许基胜老师到底给了你们 教了你们什么东西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好像全身被操到一样 因为那一天我们的课程里面 就是有间歇跑步 对 你们在哪里上 我们是在市大分部的体育馆 因为那天雨下很大 所以我们是在室内跑 对 但是就是有实际的演练 然后就是做间歇跑步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不大 我们就跑慢跑而已 不大会去做这些间歇 而且以前 其实在每个礼拜三 他们亚瑟市都会有一个running club 就是他们会 礼拜三都有一个课程 那是免费的 很多 我很多朋友他们也都会去 那也都会上一些间歇课程 那以前每次听他们讲说 回来那边酸那边痛 那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怕酸痛的人 所以还蛮懒惰的人 所以我一点都不想参加 所以以前一次也没有参加过 但是我们那天上了这个马拉松训练营 实际的这样子演练之后 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们要做间歇 为什么要去训练那个肌耐力的部分 对 那因为我曾经也为了想要去训练核心肌群 也去借图书馆借的书借的DVD回来看 真的啊这么认真 但是呢我看了两页我就看不下去 因为我发现到我没有办法用书本来理解 所以我觉得实际的上课之后 实际的操作之后 而且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他也有一些其他的 有其他的教练 那他们会帮我们看我们的动作 帮我们做一些纠正 所以像我们公交那一天 为什么我会说隔天屁股 屁股很酸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那个 有做杨卧起坐跟伏地挺身的一些动作 那以前我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些运动 所以那天真的是超到了 而且很多男生 平常有在运动的男生 隔天也是都说酸痛 但是我相信这样的训练是有效的 小V讲到了 我也做 我其实没有 之前我跑很久 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尖歇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一直到后来 我才有朋友 然后带我去说 我帮你做一个什么 牙锁八百训练 那个就是一种尖歇 那个跑速度的 其实他用到的那个是大腿 然后跟你平常慢慢跑 那是不一样 那个隔天我跟你讲 脚一定会酸痛的 但是我觉得 因为刚刚提到说 我膝盖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发现 我如果去练这些 尖歇这些运动的话 去训练我的大腿肌肉 会让我的膝盖 其实会更好 所以其实我以前都想说 这些很无聊的 很无聊的这种运动 只有运动员才会去 去做的这些尖歇 其实是真的有效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就是同侪压力 这个我一定要来讲 因为我就是最近 然后我就上了铺让 然后跟他们在对话 因为我觉得很好奇的是说 他们这一票人 然后现在他们的铺让里面 几乎谈的都是跟跑步相关的 然后我就跑去那边留言 然后我每次留言 他们就给我讲一句说 小玉因为你们有同侪压力 我就一直很想问说 什么叫做同侪压力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的同侪压力指的是什么 对因为其实我们大家 这群朋友常常都是 大家其实平常都有各自的活动要忙 但是大家都会透过 Plug这个网路平台 大家会去互相知道 彼此在做什么事 今天又有谁说跑了几K 明天又有谁说跑了几K 然后刚刚我彼此没有提到 是我之前 我从八月报了名之后 就有另外一个朋友 一个叫小龙 也是那个黄定单身汉 然后小龙他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那一阵子也开始在跑步 对我非常的压抑 因为小龙我也是认识的 然后他之前也是那种 他很爱拍照 然后小龙也是爱吃美食 然后但是当然他爱爬山 可是非常压抑的 对他骑车 但是从来没有跑步的 然后连小龙都跑来跑步 然后最近我又看到一张 人他po了他的照片说 天哪他现在整个人 根本就是变成一个型男 他以前是有一点点肉肉的 他本来就很帅 但是因为呢 以前比较胖 对这几年都没有好好的运动之后 就肚子跑出来了 他现在完全不一样 是跑步的原因吗 是因为跑步的关系 对那那一阵子 因为他知道我报了太陆格马拉松 然后他就来找我一起跑步 那我想说好啊 我也跑跑看好了 反正就当练习 结果那一阵子 就是八月那时候 每个礼拜大概跟他跑一次到两次 但是他会他就像我的教练一样 而且他会非常的严格 然后常常就会问我 就是会一直揪我去跑 所以他会给我一种压力 这就是所谓的同财压力 然后当我自己跑出兴趣 我开始可能两天 我至少一个礼拜可能跑三到四天以后 我开始也会在pluck写 我今天跑了多少 或者是其实我跑 我写这个的目的 是要跟我的这些跑友朋友们来分享 是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因为我也是刚开始 也是一个刚开始跑马拉松的 刚开始慢跑的人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都会写出来 然后呢其他的原本这些资深的跑友们呢 他们也开始觉得 小B这么不爱跑步的人 也开始跑了 怎么这么认真呢 他们也开始有压力了 所以我们那天在上这个马拉松训练营的时候 那亚瑟士的工作人员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来 为什么会想要开始跑步 我就说 就是同财压力 我终于了解了 为什么我没有同财压力 因为我从以前开始跑步到后来 我很少在上面写说 我跑了多少 然后几分钟什么时候 我几乎不做这种事情 然后我记得最近 好像是谁啊 应该是工程师吧 工程师就跟我讲说 小鱼我觉得你应该很少再跑 因为我很少看你在Facebook 我是比较常用Facebook 我说我是很少跑没有错 但是我不见得有跑 我一定写上去 我说我会比较特殊 比如说我如果绕那个 那个我们那边的国小的那个外围 那个我就不会写 然后我一直很抗拒 这种小屁说的同财压力 因为我不敢写出来 我怕写出来 人家觉得说 哇你跑这么少 哇你这么一点点距离 你要跑这么久 可是我发现这个同财压力 真的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动力 因为大家就会互相影响 然后你就不会有太多 偷懒的借口了 真的 对如果你这样讲 我同意 因为我终于在十月份开始 我就自己在我的部落格 就写了一个说 我去年玩了一个 三百六十五天的 那个用文字的 那个光影地图 那我去年都在 都在写文章 可是我都没有跑步 我都说我用文字跑马拉松 然后我现在十月份 我觉得我要给自己一点压力 因为所有的人 马拉松都开学了 好的我们会开始 给你同财压力了 所以我现在就已经有把 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运动 然后比如说 我昨天里程数是零 因为跑去吃麻辣火锅 我们录节目 这一天是十月六号 然后今天跟小V来上节目 怎么办呢 小V我们俩 是不是等一下跑步回家 等一下跑步回家好了 对 但是你这个同财压力 如果是这样讲是好的 可是我不太希望说 到最后这个同财压力 变成是一种 可能会有一点点鼻子 说哎呀你跑这么快 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太好 我想应该还不会 对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是 其实我觉得 大家跑步都是为了自己 对并不是 而且再加上 我们并不是专业的跑者 并不是说要去 跟别人做complete比赛 那主要是希望自己的成绩 能够一直进步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 我八月份那时候 刚开始跟小龙跑的时候 小龙带着我跑 那其实那时候说真的 我每次跑的路上 我都心里都会叉叉叉 真的 我觉得我笑太大声了 但是跑完以后 就觉得好开心哦 好快乐 对 但是一直到 我说我听了榴莲的节目之后 我也开始修正 我自己的一些跑步计划 然后 我突然间真的是 打从内心里 开始喜欢跑步这件事了 因为她刚开始不喜欢跑步 第一个是因为怕无聊 所以我开始去找 让我不无聊的方法 就比如说 我几乎我跑到现在 我没有跑过什么重复的路线 即使有也是可能方向不一样 或者是时间不一样 可能早上可能晚上 都会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每一次跑 都会有一个 都会有乐趣 所以我每次 刚刚跟小鱼提到说 我每次回来 跑完都会做一个小笔记 我都会去记我今天 然后今天又遇到了一个帅哥 或者是说 今天又被老鼠吓到啊 或什么的 那这都会 都会是我每次跑步的一个乐趣 所以我觉得跑步就变成 没有那么的有压力了 对 其实小V 我是不知道说小V都去跑哪里啦 我都跑河滨比较多 我跑河滨 可是一开始是跑超长 去年那时候 要练那个富邦马拉松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练啦 只是希望不要 都跑得快死掉这样子 所以我都是跑健身房 因为我很 很不喜欢全身流汗的感 就是全身流汗 然后吹风的感觉 因为会很容易感冒 所以我会去健身房跑 那河滨跑 我一直没有办法克服 因为我就是 第一个我觉得 我会怕黑 如果是夜跑的话 那早上又觉得起步来 所以 小V说早上起步来 可是我有看到 他早上起来跑步 我都 哇佩服的 所以我就说 小V也是一个夜猫族的 对 我是夜猫族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 开始喜欢上跑步之后 其实给我的生活 有很大的转变 有认真哦 对 因为我竟然能够 早上爬起来 去乘跑 虽然 现在次数也还是没有很多次啦 但因为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事情要安排 所以 没有办法每天都去乘跑 可是我竟然真的能够早起爬 就是爬起来去跑步 这对你来讲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我爸妈都说怎么可能啊 对 那也因为这样我变得要比较早睡觉 那我整个生活作息 就会变得比较正常了 然后夜跑也克服了另外一个 除了早起这件事情之外 还有夜跑是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我很怕 我很怕 我会有点怕黑 然后就会觉得 河滨都有一些 就是我会很害 其实我也不敢去河滨跑耶 对 但是我 开始 我也发现了夜跑 有一些其他的 办法去克服 譬如说 河滨有很多地方 真的会比较暗 那我一定就会去找 我比较放心的路线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找河滨 是因为我们家住 河滨还蛮近的 其实我跟小V家 是同一条河 对 沿过去嘛 那个是淡水河 对没错 基隆河 基隆河跟淡水河那边 其实小V刚刚讲的夜跑 我刚开始 大概前面几次 我也有去跑 那个夜 我都想说 我夜奔大道城 然后后来 从哪一次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去 就是那个时候 快要农历七月 然后后来又发 有一个新闻 说有那个年轻人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有四个年轻人 然后那个凌晨 好像跑去 大道城那边玩耍 后来溺水 然后溺水 他们照天亮 他们两个同学跑掉了 然后到天亮才去报警 然后报警去打捞了之后 居然还打捞到一具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死掉的一个富人的尸体 我看了那个新闻之后 从此我再也不敢去跑了 我没有要吓你 有小V 不过因为 我觉得 就是 因为像我 我每次晚上如果去跑 我一定 其实我所谓的夜 夜跑 其实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有小龙 他陪我跑 所以因为有男生陪 我们有朋友一起 一起陪伴着 所以我就不会害怕 但是我一个人跑的话 其实我都是差不多五点半或者六点 那还可以 出发 所以我等于回到家 大概是七点左右 所以那个时间 这样还OK 是比较OK的 因为我曾经有一次真的是 出去玩 玩比较晚回来 可是我又很想跑 所以我大概七点半才跑出去 然后 我发现到那一次 其实我会有点害怕 因为我觉得其实 即使要运动 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 所以从那次之后 我就没有选择在那么晚的时间跑 小比较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之前就是类似这样 我就是那种 比如说七点 然后我自己跑跑跑 越跑越开心 然后就越跑越远 然后跑到九点 你知道那整条路很多 你知道河滨 很多时候 根本就完全没有半个人 对 然后我又没办法 尤其现在如果又进入冬天之后 可能就更少人 往前往后都不是 我只能 然后我又忘了折返 我就一直跑一直跑 我记得那次 我好像跑到十 好像跑了十五公里 然后但是 回来的时候我自己吓到 因为就一直跑一直跑 就狂奔这样子 所以我 就是我 像我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跑得比较轻一点 那我每天 我其实我在边跑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去想 我等一下要从哪边折返 或者是我等一下 跑到哪边 就坐捷运回家 所以我大概是 路线都有稍微规划过 因为毕竟我觉得 安全真的还是 安全最重要 然后结果 那说了老半天 我们其实是在同一条河流 但是我们两个 也没有一起跑过 有机会应该 我们应该来一起跑一下 对啊 而且我也很开心说 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到说 小V他开始打从心底 觉得跑步是一件 很有乐趣的事情 然后我在邀他上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聊到 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动机 叫做吃 然后我就想说 我现在跟小V很像 就是我有时候会去跑一些 很奇特的路线 然后我们就会自己 我自己就会设定目标说 我想要跑到哪里 然后我要去吃什么东西 那这是一个 大家都说 小鱼 有一个人在Facebook 跟我说 小鱼你完蛋了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吃 吃是我最大的诱因 那我在想 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请小V来告诉我们说 他还有什么样子的动机 可以让他觉得跑步 一点都不无聊 然后越跑越有趣 我说你会认识的东西 我说你会认识的东西 我说你会认识的东西